三个人落地之后 身形皆是一个亮枪 纷纷盘膝坐了下来 吴三浑身焦黑一片 身上到处都是崩裂开的血痕 脸上却挂满了欣喜的笑容 他翻手取出了一枚 香气四溢的太乙级别的丹药 往嘴里头这么一丢 吞咽了下去 随着药力运化开来 身上血痕处冒起丝丝白气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起来 另一边石穿空面色如常 眼中却也有喜悦之色透出 同样取出了一枚丹药浮了下去 周身之外涌出大片的黑色的雾气 将他整个人都笼罩了进去 含力身上衣衫破烂 皮肤之上的血红之色 半天都没有消退下去 提魂走上前来想要询问 他也只是摇了摇头 示意无碍 含力没有立即服用丹药 而是闭目调息了片刻 又将炼神术第五层功法 仔细地回味了一遍 发觉真的突破了之前的瓶颈 日后只需勤加修炼 用不了多久就能够大成 而后他也服下了树莓丹药 莫然运化起药力来 结果再过了半炷香的功夫 含力等人就被柳齐老祖 从调息之中唤醒过来 柳齐老祖目光扫过三人 开口说道 非是老夫不肯让你们继续恢复啊 而是时间紧迫 你们私闯九幽族禁地 虽说那殷成全 由于什么三玉会盟之事 可能脱不开身 但是难保不会派其他人赶来啊 到时候你们想再继续完成喜煞 可就难了 含力点了点头说 不错 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 但留给我们的时间 的确不多了 柳齐老祖目光落在 含力的身上说道 三行既是太乙境界的修为 倒也罢了 你们两个人体内残留下的 剩余煞气 皆盘踞在仙窍更深处 只有进入威力更强的 紫色雷池中 方有可能喜 这也需要花费不少的功夫 所以还是要抓紧时间继续 含力自然明白老狐狐狸 眼神中隐藏的意思 随即说道 不忙 按照之前约定好的 煞气去除之后 需要帮前辈脱困 现在虽然尚未完全清除煞气 也应该先帮前辈斩去一道锁链 以示诚意啊 柳齐老祖眼中闪过一丝满意之色 点点头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有劳了 对此石川空并无意义 胡三更是乐见至极 随后 韩力手掌一翻 手掌中多出一柄古朴的长刀 开口问道 只需要我们四人 合力催动血刀 就可以了吗 柳齐老祖 目光从韩力手中的长刀扫过 眼底一抹不易察觉的异色 一闪而过 然后凝重地说道 催动三品仙气 发挥出全部的威力 所需的先灵力极其庞大 一会儿 只希望你们不要有所保留 否则一击不断 极有可能招来雷凹之恋的反噬 届时 不只是老夫要遭受巨大痛苦 你们也可能会受重伤了 胡三文言 拱手说道 晚辈子当 全力以赴 石川空也开口说道 前辈放心 利相关 满辈不会犯糊涂的 韩力没有说话 只是冲着提魂点点头 四人愿意调戏之后 韩力手握长刀来到最前方 其余三人则来到他后方站定 他手中意擎 这个天狐化血刀啊 改为双手紧握之姿 并未急着催动 而是尝试着以心念联系石青猴 石道友 石道友 联系了片刻 石青猴仍旧像是陷入沉睡 没有半点的回应 石道友 我知道你和这位柳其老祖之间 必然有所瓜葛 但不管如何 当下关口 还是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啊 仍然是一片寂静 没有丝毫回应 韩力眉头一皱 便也不再言喻 双手紧握着天狐化血刀 身上光芒亮起 一身鲜灵力 开始顺着体内经络 源源不断地 汇入手中的长刀之中 刀身上红光一闪 所有的纹路开始亮起光芒 一股血煞之气 从刀身之上蔓延开来 胡三几个人见状 纷纷抬起一掌 朝着虚空推出 体内仙灵力也喷勃而出 汇入韩力的体内 并借由他的双手 汇入天狐化血刀当中 一阵轻微颤鸣之声 从刀身上传出 韩力双手紧握着长刀 不住地颤抖起来 从中晃出一层层 血红色的刀影 重重叠叠 好似有千万层 刀身之上释放出来的气息 也是节节攀升 很快就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地步 韩力眉头紧皱 心头也不禁随之一颤 只感觉一身血气 也似乎受到 刀身气息的影响 竟有一种热血沸腾的 古怪之感 这时候柳其老祖出言提醒 此刀气息独特 看起来是有激发气血之功效 可令使用之人 战力大增 你们不必担忧 全力施围即可 韩力暗自查看了一下 发现体内的确并无异议 才开始全力将仙灵力 注入刀中 随着仙灵力不断汇入 刀身之上血光越发鲜艳 剑行之处的两只虎手眼中 也亮起了血红色的光芒 整个刀身给人一种浑然一变 韩力双目一凝 朝前一步跨出 口中发出一声爆赫 纵刀砍下 一刹那间呢 无数道巨大的血色刀光 从虚空中层层迸射而出 一道接着一道披斩下来 落在了青色锁链之上 一道接一道金属交击的锐鸣响起 青色锁链剧烈地震动起来 其上鸣刻着的符纹 青光暴涨 好似骄阳一般 青色雷池顿时炸了锅 所有雷光涌动而起 化作一道巨大无比的球形电光 顺着青色锁链急射而来 直奔柳其老祖 然而啊 球形电光行至血色刀光处下落 就被刀光拦截 青红两道光芒激烈碰撞 香香僵持下来 柳其老祖抱贺一声 快斩断他 那几人只觉得周身剧烈的一阵 体内仙灵力好像失控一般 疯狂地涌出 源源不断汇入了天壶化血刀中 刀身之上 血光再度暴涨 凝出血色刀影 竟然也好似有了万钧之众 一寸一寸地朝着球形雷电 切割下去 韩丽几个人神色皆是一变 心中不由地生起一抹巨异 若是按照这等速度 不等锁链被斩断 我们一身先灵力 只怕就要被洗劫一空了 这个时候 天壶化血刀上 弧手光芒一亮 一道巨大的血色弧影 突然浮现出来 在虚空中骤然一闪 做扑杀之状 朝下方一落 融入到血色刀影之中 血色刀影顿时发出一声笑鸣 好似 由虚化石 便做血色惊刀 一战而下 轰的一声巨响 球形雷电竟然炸裂 无数青色电光如同两朵 炫目的烟花 朝着两侧迸射开来 其中一道血光一闪而过 下方的青色锁链应声 断裂而开 一阵锁链坠地之声响起 青色电光退回雷池 融入其中 胡三儿面露喜色大叫 哼 成了 韩丽则是眉头紧皱 收回了长刀 仔细打亮起来 为何是青后 在最后关键关头 还是选择出手相助了呢 石川空目光微沉 一语不发 显然对之前 体内心灵力突然被吸取 生出了戒地 提魂来到韩丽的身边 低声地问道 怎么了 主人 没什么 你伤势恢复得如何了 刚才没受到影响吧 没有 这时候 柳其老祖头颅扬起 不在是之前 慵懒得匍匐之状 看着从身上滑落的那截 青色的锁链 发出震震畅快的大笑 震得整个剧听 微微地颤动起来 效果片刻 他才缓缓地开口 多谢诸位呢 你们尽快补充一下 仙灵力 继续洗煞吧 同一时间 修罗城 坠湖区会场 三玉会盟的决议大会 正在继续召开 只是因为先前的变故 各大御主 少有人开口说话 会场内气氛弦得有些尴尬 殷成全作为东道主 虽然此刻心中阴郁 场面上还是要应付过去的 他面上挤出一丝笑容 正要开口说些什么 忽然呢 左手小指上 怎么回事 戴着那灰色的戒指 忽然一紧 戒指上铭刻了 青紫银金四道横纹 此刻 那道青色横纹 慢慢暗淡了下去 变成了灰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